截至2月15日24时,武汉、湖北、全国重症病例占确诊病例的比例均明显下降。 其中,武汉重症占确诊病例的比例由1月28日的最高点32.4%,波动下降至2月15日的21.6%。 湖北其他地势重症占确诊病例的比例由1月27日的最高点18.4%,下降至2月15日的11.1%。 全国其他省份重症占确诊病例的比例由1月27日的最高点15.9%,下降至2月15日的7.2%。 以上变化说明全国各地的疫情防控效果已经显现。